一年一度最大国际时尚善事台北时装周 经营由文化部台北市文化局 结合最具时尚力的Vogue Fashion Snake Out 台北时尚不夜城 并吸收车团专容品牌Lexus共同打造 在后疫情的时代下挑战创意和极限 为台湾时尚产业写下开创性的全新篇章 哈喽大家好我是黄子焦 2020的台北时装周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 就是在贝拉Vita这个寸土寸金的新一区 百货的三楼有了这家快闪店 2020台北时装周设计师快闪店 开幕记者会与贝拉Vita深大举行 现场邀请歌坛星星吴卓元 带来独家创作的台北时装周主题曲 鬼鬼无音节也盛装主席 穿上与台湾知名插画家跨洁合作的活动纪念T恤 两位女星也抢现代光期间限定的设计师快闪店 宽敞大气的高挑空间 搭配MOLIFE的时尚家具摆设 室内设计圈享福盛名的称号食材 以及美帝所代理的美型智能家电品牌富极地 创造精致奢华的装潢设计风格 除了本届参与台北时装周的新锐设计师品牌 Bob Jank,Claudia Wong,Ash,Shan Yao,Jan Lee,U-U-I-N,Oklik之外 以邀约夺位国际知名台湾设计师品牌进驻 包括Jamie Wei Huang,Peter Wu,Justin Case 同时也有各式风格选物 包括Lexus精品,Marshall 以及时尚设计选书Bovn,文心一锁 并同步结合各项生活风格品牌 WAT联名调酒,欧星清泡清水 权味加,正面奶酥 把Rose Cafe创造多元复合式的购物体验 那不管是饰品啊,服装啊 或者是调酒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特别企划 所以来这里真的是逛街很舒服 最重要是感受到台湾浓浓的时尚文化的力量 从Bella Vita一路到湘地广场 再到新衣维修中坪的时尚街区快闪店 包含Pierre Cardin,SK2,Queen Shop,Relove,国泰智能投资,17Live,Vogue FashionSlave,圆摆新衣A13 微风南山三星旗舰体验馆 串联整个新衣商圈打造闭光打卡热点 今年更应用了最新AR科技ARPlaza互动体验平台 透过光标间技术感应打造AR街头虚拟场景 在空间滤镜里整合时尚活动资讯 以及各个快闪店的活动资讯 此外还推出了各式彩蛋以及打怪游戏 破关还有机会得到最新三星Galaxy Note20 5G手机 并与多项品牌合作推出台北时装周限定联名商品 包含蒂芬妮娅、甲乙时日、舒韦斯气泡水、山羊先生 Hold Me Again、微醺斑笔、红玉满吃新鸡蛋糕、美好年代以及精益创意 新秀舞台于周末期间在香体广场热闹登场 特别邀请到刚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任奖的迟修 以及知名人气歌手曾佩茨、关施敏、张若凡、张宇农、马舌三 Ginbo、没有才能、纯明乐队、黄佩书现场精彩演出 TVBS新系粉红色时光主要演员方志友、陈彦宇、张广成、严正兰 各是清零现场与粉丝一起互动 一起超级新生Life A Star 音乐星星们也秀出自己的独特才艺 展现出音乐和时尚最生动的跨界成果 2020台北时装周与台北白族之夜 同日在SOGO复兴广场前打造艺术街头时尚秀 迷魔与舞者共同展演2020台北好时尚四位得奖设计师的服装作品 打破中规中矩的runway走秀形式 在动时尚圈进行时尚呼动秀 国际时尚论坛集结国内外时尚权威 谈讨永续趋势与疫情后带来的生态改变 今年的论坛由Vogue总编辑孙怡担任主持人 以线上直播的方式邀请各国的讲师来演讲 让观众透过网络平台同步观赏 讲师包含全球VogueBusiness 永续议题编辑Rachel Snotsky 环保机构REJES创办人Kristina Dian 蓝金全球商务总监Judy Chen 台湾蓝鸦总裁Amy Chen Storyware创办人陈冠百 透过分享引领大众凡思 呼应秦时代应如何在社会中贡献所长 实践永续责任 即便此刻的你一无所有 也不代表你没有明天 因为这是一个个人风格影响 时尚潮流的年代 呼应本次主题 Retlay重生力量 集结社群 跨时代 跨产业的合作 特别开立社群风格迷人学院 以风格养成为核心课程 邀请时尚造型师Judy Chu 摄影师于为 社群创作者张艺 带领学院如何了解 表达自我想法和创意 达到最具个人风格的时尚自媒体